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讲 讲说生命不胜过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他事实上在说一件事情 赐给我们生命的父神 怎么可能会不把 维系生命的饮食赐给我们呢 是啊 赐给我们身体的父神 怎么会不把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衣服 赐给我们呢 是啊 这样很荒谬 我就说 我如果送给你一个超大的礼物 我花了几万块去买一份礼物 来送给你 然后你就问我说 抱歉啊 那个盒子 外面盒子可以给我吗 那个外面的袋子可以给我吗 包装纸 对 那个包装纸给我 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你 当然外面的盒子 包装纸 袋子 当然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那么饮食跟衣服就好像是 这个礼物 生命跟身体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而这些东西是外面的包装纸 当然神 神已经把耶稣基督 白白地赐给我们 他当然又把万物 跟耶稣基督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情 忧虑是不必要的 是 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忧虑呢 因为我们如果认识到他是天父 他是一个慈爱丰盛的天父 而我们是他所爱的孩子 忧虑真的是不必要的 第二个一件事情是我要说的是 忧虑是没有用的 就是我们的忧虑是没有用 所以这段神里面这样讲说 你看到那个百合花 跟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 是穿的衣服 如果我们现在用现代科学的角度 来讲这件事情 如果你把所罗门最漂亮的衣服 或是现在最名牌的衣服 放到高倍数的显微镜下面去看 你就会发现 这些画面是很 这个编织的线 不是那么整齐的 可是你把花朵放到高倍数的显微镜下面去看 你会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你知道神给这个百合花的荣美 远胜过所罗门的衣服 所以忧虑其实是不必要的 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专栏作家 叫Erma Bombeck 那他呢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 他说 Worry is like a rocking chair 他说 像是一个摇椅 对像是一个摇椅 忧虑是一个摇椅 他说 It gives you something to do But never gets you anywhere 他说你就是在那边摇来摇去 你觉得好像很忙的样子 在那边摇来摇去 可是哪里都没有去 我有一个比他更好的一个比喻 就好像是 你有没有看过白老鼠 在那边爬的一个转转转 就是他已经爬了很久了 对 天竺树在那个转轮上跑来跑去 还是在原处 所以其实忧虑对我们来说 是一点帮助的 对你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第三个我要更进一步的讲 就是说忧虑其实是对你有害的 就在圣经里面讲 他说 谁可以让忧虑 让你的瘦数多增加一克 或是让我们的身高增加一点 多增加一些 多增加一寸 或是让我们的体重减少一公斤 不会因为我们的忧虑 我们身体有任何改变 不过如果再想更有趣的件事情 说忧虑不是不会让你的瘦数增加一克 它实际上会减少减少 它实际上会让你的瘦数减少 所以忧虑其实对我们是完全是有害的 感觉icanным 你чик就像我一样 传奇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